重庆老农捡到青龙骨剑,却打磨成了菜刀 专家哭了,至少两千万啊 事情发生在2010年,重庆城口县的一个农村 年轻力壮的成年人们大都外出打工了 留守在农村里的,基本上不是老人,就是小孩 这位叫做易守祥的老人就是其中之一 老人每天的日子基本上都是重复的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在这一天,他依旧像往常一样外出放牛 走着走着,就不知不觉地走远了 感觉周围的环境越来越陌生 刚好,附近有一所破旧的老房子 老人就索性停了下来,自己在此处休息 放牛的过程其实是异常枯燥的 一手翔盯着牛群看了一会儿 确定树木之后便不再望着这方 而是左顾右盼的打量起周围的环境 这个地方杂草丛生到处都是一副人际罕至的模样 就这么漫无目的地张望着 突然一块铁片在阳光的照射下反射的寒光吸引了他的注意 无所事事的易守祥走了过去 随手拿着周围的枯枝扒拉了一下 不一会儿,一把秀气斑斑的宝剑形状就有了 易守祥一开始只是有些好奇 现在知道了这个泛着光的东西是一把剑之后 反而就没有那么激动了 心里下意识觉得 在这样的荒山野里也挖不出什么好东西来 而且可能是因为剑身有一部分已经和空气接触了的原因 大部分的剑体都生锈了 只能隐约从中看出上面还有雕刻的花纹 剑身上隐约的还有几个字 因为年代太久,有些模糊不清 回到自己的村庄之后 易守祥将这个意外当作饭后的谈资与邻居说了一下 而邻居只是粗略地看了一眼 虽说也不清楚这个到底值不值钱 但是下意识地还是想让易守祥保存好 然后可以送到博物馆请那些专家们看一看 易守祥一开始其实也是有些拒绝的 因为他也并不太愿意为了这么一把破铜烂铁跑一趟 但是在邻居的强烈建议之下 易守祥还是踏上了去鉴定的路 易守祥只是用不粗略地包裹了一下 等到了博物馆说明来意之后 便有工作人员引着易守祥去见了专家 在经过专业的判断之后 专家向易守祥说明 这把保健的来历应该是属于清朝 但是因为还没做仔细的检查和专业机构的鉴定 又加上健身上的字迹并看不清楚 所以没能估算一个大概价值 听到这里的时候易守祥心里就有些失望了 他也不明白什么价值不价值 只知道这把保健现在卖不了钱了 专家们没注意到易守祥的神色 只是一心地劝说易守祥这种古董对于国家的重要性 如果捡到古董最好还是上交国家 但是这毕竟是把无主也来历不明的剑 现在他的归属者就是易守祥 如果易守祥不想上交 那么这群专家也毫无办法 就这样 易守祥又带着这把保健回到了家里 清朝是我们最后的一个大一统的王朝 在经受了八国联军侵害之后 又与日本抗战了许久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 我国都属于极其动荡的时期 那些本该被珍藏的宝物 也是丢的丢 抢的抢 我们能竭力保存下来的 其实是所剩无几 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 国家都在致力于把这些东西重新找回来 这本就是一件极其艰辛的过程了 可遇上了像易守祥这样不懂其价值的人 这件偶然得知的宝物也注定要沦为废品 易守祥想要把这把宝剑带回家的意图也十分简单 反正这也是值不了几个钱 与其上交给国家 还不如带回家变费为宝 一盆水端出来磨刀石一板 易守祥就开始想要把这把刀当作菜刀一样磨一下 以后自己还能当个菜刀用 随着易守祥在用力打磨的过程中 剑身也开始变得光亮 隐约还能在上面看到雕刻在剑身上的花纹 易守祥没在意这些 只觉得刀锋也变得锋利了不少 随着打磨更加用力了 剑体的全身上下几乎都被易守祥重新改造了一遍 原来那模糊不清的字样 现如今也能看个大概 但是易守祥因为没读过什么书 一直都不认得这是什么字 还是周围好事的邻居们过来一看 才发现上面雕有一个 类似于龙的繁体字的模样 要知道在古代的封建社会 于龙挨边的东西大多都不是俗物 众人七嘴八舌地讨论下来 更觉得易守祥这次剪到的可能不是什么俗物 但是易守祥觉得 都已经送到专家那边鉴定了 但是都没有卖出去 哪里有什么价值可言呢 在磨好刀锋之后 便一心一意地拿来当菜刀用 因为剑柄于剑尖的地方不太好使用 易守祥还稍微地修整了一番 于是这么一件重要的古斗 就彻底陷入了被人当菜刀使的命运 在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国家对于这些流失在外的古斗 也越来越重视 各地都曾派一些人员 专门在一些偏远的农村 去普及这种文物知识 顺便打听一下 有没有谁家见过类似的东西 大家可以拿去鉴定一番 宁可麻烦一些 也不愿意放过一个 一来而去 易守祥这把菜刀 就开始被村民们频繁提起 此时距离易守祥 捡刀保健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五年 这种文物本身就比较娇贵 一个农村老汉 工作人员们实在不敢想象 平日里易守祥是怎么保存这件文物的 在听了同乡的随行人员的介绍之后 这群人更是有些胆战心惊 总觉得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件古物 怕时就要这么被毁了 等来到易守祥家之后 工作人员便迫不及待地 请易守祥把那把保健拿出来 可等真正见到的时候 这群工作人员的心也冷了 此时剑柄已经被打磨得变形 而剑的前端也被重新改造了一番 完全看不出来他曾经的模样 虽说如此 工作人员还是好好的将这把保健带了出去 交由专门研究这方面的专家来鉴定一下 经过鉴定下来 断定这是一把清末的保健 而那上面的三个字就是青龙剑 村民们之所以认不出来 是因为这是用那个年代最善用的钻术雕刻的 所以有人隐约猜出有一个笼字 但是没有其他两个字 却死活看不出来的原因 当地文化馆的专家表示 这把剑是清朝的红铜所打造的 其价值本身就不可估量 即便是放到现在这个时代 怎么这也是个非常值钱的宝物 而这个消息在后来被村民们传得越来越夸张 后面直接传言说 这是一把价值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宝剑 被一个村民当作菜刀磨没了 因为没见过原样 价值无法预估 所以这一说法也无法被证实是假的 而现在健身已经被全部遭到破坏 本身也已经失去了可研究的历史价值 现在是真的变成废铁一把了 面对着一手祥懵懵懂懂的样子 专家越发地痛心疾首 千叮咛万嘱咐 希望一手祥之后如果再遇到这样的情况 切记不要再如此毁坏文物了 其实以我们国家的刑法来说 故意损坏文物就已经可以定罪 但是从客观条件上来讲 一手祥也不知道这是文物 而要故意去破坏它 而是觉得这不过是一件不值钱的旧东西 与其丢了 不如自己重新识做识做 还能接着用的心 无意中才破坏了这件文物 而从另外一方面来讲 关于文物的定义其实也有讲究 只有国家明文规定的珍贵文物 还有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 正规部门所认定的股物 如果你损坏了 那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损坏文物 而根据文物的价值而言 如果过于贵重的东西 即便你是无意损坏 可能也将面临着金额巨大的罚款 除了一手祥这把变宝为废的青龙剑之外 在全国各处 其实依旧也还有许多祖传的 看不出来的宝物 这些也算命运比较好的 就拿吴王和吕剑来说 刚出土就被农民们一哄而上 给抢成了三截 这在历史研究学家眼中看来 又是何其心痛啊 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例子 人们对古物的认知也是越来越深 开始打心里重视文物了 往后再遇到类似这样的东西 也不会再鲁莽 先交到当地文化博物馆专家手里看看 万一自己就捡到宝了呢 在你的身边有见过什么传奇宝贝吗